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天台 对 土家天台 对对对 来采访一下阿浪在泰国的发家史 可以吧 行 就是那个 你叫什么发家史是吗 对对对 还是因为是失败的事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不要谦虚啊 阿浪来泰国多久了 我在泰国三年了 三年了啊 对 19年4月份来的 19年4月份现在都快四年了 对三年半算是 这边有什么经历过什么 做多少私生意了 有什么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经历就是反正气息伏伏都有 对 因为我之前我在这边 因为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 之前在北京工作 就做了10年 其实都是在这个影视娱乐圈 然后去做一些 营销宣传相关的事情 也是一些网红相关的事情 然后呢 19年来泰国玩的时候 岁份来泰国玩的时候 然后你觉得在这边 好像 有这个土壤 就可以去做一些 新媒体相关的网红相关的事情 对 然后 19年4月份 一来旅游 然后就决定在这边 扎根先去试 然后就做一些事情 那时候想的比较简单 就是 通过去做抖音嘛 因为那个时候抖音上 在泰国区域的100万粉丝的网红 只有一个 嗯 对 那现在已经很多过了 嗯 那我觉得是机会 那就过来先做 然后当时想的也很简单 先做抖音 然后通过一些旅游消费的方式 比如粉丝过来吃喝住宿之类的 玩耍的一些旅游消费的方式来来边线 对 可能是一些福利之类的 啊 其实前半年做的还不错了 但是后面你也知道 到190年底这个疫情就来了 嗯 对 基本上 算是血本无亏 哈哈哈 那现在 现在挺好的吧 这三年 然后 后面其实也 因为 当时自己也坚持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也不知道 疫情会要多久 对吧 那时候国内疫情和国外疫情 我们都 我们都比较天真 我们以为 哎 可能是过三个月就开放就恢复了 对不对 嗯 但没想到 其实现在已经过了三年多了 还没有开放对吧 嗯 那我们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 基本上9月份 10月份时候 那时候我的经济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 哦 对 基本上 BIQ的以前 该签的债也比较多了 对 对 对 然后呢 我就在这边 呃 那时候对我来说我两条路牌 要么就是选择 我可以回国去找个工作 或重新做个办事业 然后 去做能赚紧更多的事情 那要么就在泰国这边呃 再去去找个地方上班 然后然后说呃 至少先养活着自己先 对不对 嗯 然后呢呃 运气比较好 我在这边也后面也是找一份 呃 在一个媒体公司 就是泰国投销新闻 嗯 这个我找了份工作 然后在里面 当时也是做是M3的部门的总监 是去做网红复画集团事情的 嗯 对 然后那边两个老板对我也比较好 我自己做的也还可以就接触他们资源和平台 呃 我也在那个时候就是2021年的1月份的时候 哎 打造出了我人生第一个抖音的百万粉丝网红的账号 嗯 这个账号叫泰国怒特 泰国 泰国怒特 怒特 对对 这个账号是我做的第一个抖音粉丝破百万的 那时候我清楚记得那就是52天的时间 嗯 自从零到一百万 嗯 然后做了呃 这么一个号 然后也做了后面也做了好几个号了 然后是在2021年的也就是工作半年之后 2021年的5月份 那我就觉得也差不多了 时机到了我就自己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去成为泰国阿朗工作室 然后做我自己阿朗的这个账号 嗯 然后包括后面在今年年初去做壮壮的这个账号 也都是很快的就是到了一百万粉丝以上 对对对 嗯 你的企号啊 什么粉丝都涨得比较快 对这方面就是短时间什么还行 对毕竟之前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嗯 嗯 做了这两三年 呃 也做的比较成功 压力大吗 在泰国这边 压力还好 其实 至少没有以前压力大 以前的时候19年时候压力大 那时候有欠债 现在 呃 通过这一两年基本上 钱可能有东西还清楚了 那自己还还有一些节鱼能够 去让壮壮啊 妮妮啊 还有其他泰国员工们 能去帮他们有一些改善更好的生活 嗯 也是这样 其实压力不会那么大 但是呃 自己心中肯定还是想 有一分要成就事业的心 毕竟来泰国肯定不是 只是为了混合饭 是更希望的事 能就成就一番 事业 其实是我更所想的 哦 嗯 那你泰国这边就是生活习惯吗 还行 其实 饮食这方面 饮食 其实我 因为我说我也是湖南人 对不对 也比较能吃辣 泰国很多菜也辣 所以 呃 这么说吧 就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前两年 前一两年没钱 嗯 对 然后关于是习惯呢 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 也比较能吃辣 嗯 尤其是在我前两年的时候 经济中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其实我基本上 我每天我不吃中国菜 我是吃泰国菜 或者自己有时候做饭做中国菜 也是对 因为你大可能知道在海外 中国菜会比较贵 对对对对 那所以呢 那恰好呢 泰国菜我已经吃了惯 酸辣口味 就是各种各样的 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一个吃货 嗯 对 生活也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吃 对 所以泰国菜也也也好吃 那相对于肯定还是喜欢吃中国菜多一点 哦 那挺好 那你现在就是在这边呢 就是打算长期在这边住吗 就是这边就是 就是以后就是扎根在这边就是发展方向 还是以后会回国 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我自己 规划的 机会化的是 之后应该还是要回国 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去发展的 那至少可能有一个 小的也算是五年计划吧 一个一个小的五年计划 三到五年后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 已经扎根泰国为主 嗯 把这些事业做起来了 那有更多的资金资源能力之后 那我再想去 我可以我去其他 拓展海外其他国家 还是回国去做一个 另外一个事业 嗯 那个太远了 我没法想 我先只能说 目前我要把 在泰国的这些 新媒体事业要做起来 对 对 在泰国这边现在主要是 只做这个自媒体网红这一块吗 其他的也没有 没有 现在因为坦白的说 在泰国这边 我们要不像不能像19年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游消费 相关的事情去做线下的变现 那现在呢 我们做自媒体变现 就三个方面 就是广告 带货或者娱乐直播 对吧 嗯 那直播其实我是比较弱的 我没有像阿峰团的 你们这么这么牛逼 就 我们也是粉丝啊 对 我直播我以前其实不是我的从业经理 那我是做短视频 那所以目前其实广告营收是我的主要的盈利的大头 对 其他的都在尝试去拓展 对 嗯 那以后就是说等开关了还是想一旅游这块去发展 对吧 对 如果以后那个海关打开了疫情解禁旅游开放 对吧 但我相信应该也快了哈 目前看咱们这个趋势 也快了 那之后可能会去做一些旅游消费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去做一座民宿啊 给我们自己的粉丝啊 风能粉丝 我们阿朗团的粉丝 可以去创造一些好的福利 然后能够更高的性价品去住到一些更好的一些酒店 然后甚至去去到一些更好玩的地方 然后去拿去有门票打架等等之类的 对对 我们也想自己赚点小钱的同时也能跟咱们的粉丝谋取福利 这才是最关键 也让粉丝少避坑嘛 是的 对 嗯 如果说现在粉丝想过来玩的话啊 有什么需要避坑的地方或者建议吗 对粉丝最快的话 嗯 是这样就是说我建议啊 嗯 现在因为还是跟着咱们国家的大政策走 就是说能不出来还是暂时别出来 然后现在等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原因呢 坦白说在海外好疫情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他的毒性没那么强了 嗯对吧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在国内从来没有感染过 你落地先过来 大概15天 就如果你落地第二天也感染了 你自己在家休息就休息一个礼拜才能好 那你是过来留的还是过来感染病毒的吗 对对对 都懂我的意思吧 不是说不让大家来 而是你们要去做好这个准备 防护措施 对先保护自己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 通过疫苗啊或其他方式 然后之后再来 其实关于疫情这些东西 有些不能说的我就不说了 也能说的就是咱们也看到像我前两个月 我的一些员工们包括壮壮 妮妮啊他们都反复感染过好几次了 嗯就是这样就是你感染好几次 可能是很多时候特别影响团队去工作 我们要拍视频要直播对吧 突然间你会发现这个人七天不在 至少七天吧 对对 那会很影响进度 可能嗯我们觉得会自由 但其实没有想象那么自由 你是被限制的 对对对 对你要尤其是团队写作的项目 你根本看见不起来 这也是一个一个问题 对明白 那你就是个人呢 个人的情感方面 或者是有没有有什么规划吗 几乎我个人的情感 我这个我还是暂时先保密吧 这个我先保密不说 保密 对对这个对我可以 我可以说说他们的情感没问题 哈哈哈哈 我不太坦白说这这么说 就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把自己的私生活 我就是公开化 嗯 对希望也大家 你解你解 我希望就是我私生活 那我自己公开的事业方面是事业方面的事情 明白 对 挺好 好 那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或者对未来有什么 啊 展望或者是说 嗯 我以来就是希望来一起搞啊 哈哈哈 就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在泰国这边我们的资源设备器材 包括视频内容我们都是很ok的 但是直播这方面确实我对比了泰国人和越南团队啊 泰国目前没有一个团队做出来比好的 但在越南像阿峰这样的已经是 number one 的团队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团队 我们希望是不是可以来个强强联合 啊 去把一些无论是娱乐直播还是电商直播啊 哎 我们去做出一些中国人一些不一样的风采出来 可以 对对 所以希望能跟你们可以有一些深度的合作 咱们这次过来反正也先简单聊聊看试试看 对不对 对对对 先磨合一下 对的 我这边提供我有的东西呢 你们那边可以帮忙去教一下你们的经验啊 你们的方法和技巧 可以 大家互相学习嘛 对 互相学习 对对对 嗯 那行 那今天对阿拉的采访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就可以打到评论区啊 阿拉也会去看 也会去回复一下有什么咨询啊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采访状状 OK 好 拜拜了 拜拜 拜拜大家 拜拜